禮拜一打完以後 那天晚上確實是 開始手臂是有一點脹 痠 痠 痠痠 舉分就是在37度4 37度5左右 後來我有用了一個普拿騰把他退下來 現在都已經大概沒有感覺 要壓到他才會 那一天剛打完的時候 那中午就手臂是有一點怪怪的 我想現在大概是心理作用吧 不過晚上大概10點 我大概就覺得 痕痕嘛 就給他量了一下 那時候37度1 然後後來就12點的時候 12點出頭吧 我再量一下 大概37度4 那早上大概4點多 我量了36度 36度7 36度8 6點再量就剩下36度4 昨天大概 手臂就覺得有一點痛 抬的時候就覺得緊繃 有點痛 那到今天 今天的話要 現在都已經大概沒有感覺 要壓到他才會 禮拜一打完以後 那天晚上確實是 開始 手臂是有一點脹 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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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也確實有一點出現胃寒的現象 之後體溫是有比較偏高 那有大概37.5度的溢溫的狀況 也有一點倦怠 到第二天 imize 還是有一點這樣的一個體溫就是在37度4-47度5左右 後來我有用了一個普拿疼幫他退 退下來 那後來漸漸就比較好了 這批疫苗到6月15號就要到期了 那剩下不到3個月 那如果說到時候 如果到時候這個施打率不如預期的話 指揮中心這邊有沒有什麼應對的做法 謝謝 第一個大概我認為到6月15號應該使用上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那不過如果到真正到那個時間點還沒用完 那大概只有兩個嘛 一個是除非是原廠的安定性的報告 有另外一些更新 那當然可以繼續再用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剩下可能就要報廢掉 會不會直接來開放第二 第三順位的可以來施打 那他們的施打醫院有做過調查了嗎 那他們會是到指定的醫院來施打嗎 有沒有規劃相關的配套措施 若以JP而言大概施打的處所 大概會維持現在這樣的一個安排 然後當然如果施打率很低 那還有有剩 那估算這樣的時間在使用上 有需要 那我們就會往下來逐步的來開放 那據我們就沒有做調查 大概一般的民眾 我們就不再調查 當然防疫人員這邊我們有在 進行嗎 防疫人員這邊有在進行 那些有在做準備了